陈芳姐姐 我觉得大家都要不要在 那你认为我 我现在坐里才能接受 您都拿出来多少 我这边的 您本身是十三万 您最少给我拿一半的 那您杀了我吧 你现在多少 你拿点多少 我真就觉得 我想要四千年了 真就你把他接着 拿到家里谁不能把钱掏出 你不要点成立吧 你十几万 人家本来你加一块十几万 咱不说七个 你光本身是三百三 咱一百千都没关上 现在我真的是没有钱 您要是想要我现在所有的 我真的就得几百块钱 人家立了执行了 然后现在又等于立了执行以后 你们双方做了个和解 又给了你一段期限 对吧 是 又没旅行 对吧 没有上次的职业和解旅行 所以你现在还想再 再给一段时间 是 我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也的确是我这边是实际的困难 并不是说故意突然 现在能拿出来多少 我现在跟您说实话 我因为有摄像也有银在这 我一点不说瞎话 我现在是基本的生活都很困难了 什么时候开始这样 很长时间了已经 很长时间了已经 这样行吗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也是 就是再给我这几天的时间 春节钱 你该问我啊你帮人家 行吗 你看 因为也就差这几天了 这个春节钱我肯定能把这个 去把这个钱还上 如果还不上的话 我愿意接受你们的任何处置 我们这边没有春意 对您进行处置 我说话就是白话啊 集合那边弄不了 接受不了是吧 对 你现在多少你哪边出来 我真就几百多钱 我能不能铺骗您 真就几百多钱 但是家里谁不能帮你先操作啊 起码你得表着点诚意吧 你十几万 连本带西家一块十几万 咱不说西了 你光本金十三百三一万钱 都没钱到现在 连法院执行备都没给 不是我说实话 我现在完备了 初占一千多万 初占一千多万 初占多少钱 一千多万 怎么弄得一千多万 做什么意义 做就光做回 最快赔了一千多万是吧 不是赔的 咱别说那些了 你问就是 我现在真的是 我特别想把这个钱干净了 因为我自己也是说过这样 我才很难受 但是您说你那边 你不接受我也好 是干嘛也好 我现在我真的是没有钱 你要是想要我现在所有的全部 我真的就这几百块钱 我就是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你看行吗 我们这边确实不接受 因为咱打雕道不是一天两天 咱咱打雕道 咱打雕道 都小半年的时间了 您一直在拖 我也给您时间了 我一直抱着 但是我这边都是有来到期待 每个债务人都有这种情况 这个钱到什么时候 您是欠银行的钱 欠国家的钱 银行肯定 我现在把我身上所有的信息 我全都给您 哪怕是块八毛的我也都给您 就这点是吧 真的就这点 我真没办法 考虑过后果吗 我知道后果可能就是 我有一些特别不好的后果 但是我没有办法 有头会是愿意当秃子 谁知道是吧 那你现在这个 你也不能在这就靠 你没办法的 然后现在拖着这些钱的 拖着 我就是说 哪怕再给我几天的时间 给你几天时间 这是第二步 第一步 我知道 现在你得进可能 你得现在凑一步会出来吧 你这十几万 一分钱在这拖着 就你给我几天 给我几天 你给我到时 你不是说没给过你几天 对吧 但是 我现在真的生活都已经成 都已经成问题了 我也不是说破坏的方式 因为我不想过破坏 因为我还有一个七个月的孩子 到现在七个月的孩子 我还没 你还多大 七个月 七个月 对 七个月 对 你九月十五号来的 你什么时候判决的 我七月四号生的 20年七月四号什么年了 对 我一点都过去 我现在的生活和我现在都是特别的细语 我 哥谁谁都不会相信 一月份的判决 只要是个人就不会相信我的经历 但是这人一月份的判决 不是说不要打 我不是说对你什么 你上次来做调节笔录的时候 你那个 没问题 到时候把钱给了不就完了吗 没关系 你这算数吧 你没问题 你这好 然后 再到时候不给 不给 再两三年 两三年 几个礼拜 那么拖拖拖 你早干嘛去了 对吧 你要是说上来 你真什么都没有 真什么都没有 咱有 也有解决方案 也有处理结果 我当时真的是认为 就这一半天 真的挺好的 你把我们 也让我们这么认为 结果发现不是 是吗 您就当在最后相信我一次 行吗 你相信吗 你们 不相信 你要不行 你跟你父母 问问父母 对不对 能不能先拿出 拿出几万块钱来 然后走回来 那个钱到了 再说 我和母钱 我别说反问 等下 他一种 真的 嗯 就真的 我们现在真的是 你那边家里边的吗 你的父母就以前也都解决了 啥都换说 我爸把房子都卖了 就为了 你就瞅着干粉碎 是 干粉碎赔钱是因为 别人拿了你的货 不给你结钱 是吧 对 你自己好好考虑啊 你今天反正是 你怎么让你也得 我本人看看我现在 你光几百块钱去呢 你看看就不 我就上这些钱了 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我就上这些钱了 我可以都给他 就当我买这几天的时间行吗 你问人家吧 行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必要再做这 那你认为我今天怎么做 你才能接受 您能拿出来多少 我这边的 您本金是13万 您最少给我拿一半的本金今天 最少 那您杀我吧 我真的弄不来 你逼死我 我也能来 我直接走 走这规的法律流程吧 对吧 您是欠银行的钱 可是 我这原是给银行打工的 得给银行个交代 等于我从诉讼这个案子开始 到现在 就是跟这个债务人呢 长达一年多的时间 中间也交授过几次 最后呢 就是在这个执行阶段吧 通过和平法院执行局 然后呢 强强联手 法官的那个 跟我们的一个配合呀 调解呀 什么的 然后现在呢 债务人呢 暂时履行了部分的还款金额 他一共欠了是18万多 千款 然后今天呢 履行了5万千款 等于从去年的 起码在法院这时 进入执行阶段开始 从去年的9月底10月份 一直拖到了现在 一直一分钱 一分一分钱都没有还 所以今天我们把他传来呢 建议他这种行为呢 而且他没有按照这个 和解协议旅行 按照相关的规定呢 我们是可以对他采取 拘留措施的 在这个法院的这个 也给他做了工作 在这个司法权务人面前呢 他也 今天当厅呢 偿还了 申请人5万元 还有其他 还有一部分钱 没准备的偿还 然后我们呢 给那个审舍员 又做了做工作 再给他一次机会 然后剩下的钱呢 在短时间内 他承诺还清